當然啦,電波和陰波 彼此也都知道彼此的優缺點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所以他們也會各自發展出補償的措施 這也是為什麼說 我們在幫客人做完電波之後 會有立即收緊皮膚的效果 像你看這位客人 他右邊剛做完電波 就立刻產生收緊的效果 就會比還沒有治療的左邊 臉更往內縮 大家好,我是皮膚科林正賢醫師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推出有關皮膚疾病 還有醫學美容的相關訊息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常常有患者會問我說 電波跟陰波 到底哪一種對抗老化是比較好的呢? 或者是說 你20歲、30歲、40歲、50歲 等等不同的年紀 做的治療都一樣嗎? 還有人問我說 A診所的諮詢師告訴他說 你要做陰波會比較好 那B診所的諮詢師又跟他說 你要做電波比較好 那C診所又跟你說 好像你要兩個合併治療比較好 第一診所又另外推薦了你的埋線 那到底誰講的比較有道理? 誰講的是真的 誰講的是假的呢? 那其實我從事美容醫學的治療 已經將近20年了 從最早期第一代的Smarge 到台灣最美的歐巴桑 陳美鳳代言的新的第四代的鳳王電波 還有最近的Intragen電波 我都相當有經驗 那另外像之前的Arthera極限音波 還有天星代言 所以我累積了不少的經驗 那今天呢 我就要來告訴大家 變波和音波你要怎麼去選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講講大家常聽到的三個字 就是松垮垂 那這三個字呢 大家常常在諮詢醫美的時候 都會常常聽到 那這三個字 常常都是一起講 但是呢 這三個字 所代表的概念 是不太一樣的喔 所謂的松 就是你的皮膚啊 捏起來軟軟的 像麻糬一樣 沒有彈彈Q彈的感覺 所以像很多老人家有沒有 他皮膚就很鬆 如果比較極端一點的呢 你甚至會覺得說 他皮膚好像和下面的肉 是分離的 那最容易看到的例子呢 就是老人家的下眼皮 你如果去捏呢 你會發現 他回彈的速度很慢 和年輕人有彈性的皮膚 很快就回彈回來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就是松的問題 那松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膠原蛋白的流失 以及彈力蛋白失去彈性 所造成的 那所謂垮呢 指的就是皮膚 他缺乏支撐 就像道路被雨水沖刷一樣 地基攤方 下面沒有支撐 路面就會垮下去 那皮膚如果支撐力不夠 也會垮下來 那垮的原因呢 常常是因為脂肪的流失 以及骨架的流失 造成皮膚的地基不足所導致的 那所謂垂呢 就是皮膚由上往下 胃移的現象 像年輕的皮膚 它本來在這邊 但是年紀大了之後呢 就會垂到這邊 所以會形成嘴邊肉 或是墨紋 那這樣由上到下的胃移 就是垂的問題 那垂通常是你肌膜層 或是韌帶變鬆了 它hold不住皮膚所造成的 當然呢 這是比較容易理解 比較簡化的講法 事實上呢 鬆垮垂這三件事 常常是互相影響的 而且非常複雜喔 我們今天就不在這裡詳細的說明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來談談 鬆跟垂的問題 那垮呢 我們有機會再錄其他的影片來說明 接著呢 我們就先來講講 膠原蛋白和加熱之間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膠原蛋白是我們皮膚的構造裡 最重要的成分之一 它位在皮膚的真皮層 它維持皮膚的主要架構 讓皮膚有Q彈的感覺 那大家也知道 人啊 在超過二十五歲之後 膠原蛋白慢慢就會減少 而且呢 膠原蛋白不只是數量的改變喔 它連本質也跟著改變 膠原蛋白會從比較粗 會變得比較細 而且會斷裂 那你煮成皮膚的架構 這些涼柱都垮掉了 皮膚就會變得鬆鬆的 那膠原蛋白在被加熱到 42到55度C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收縮 這就好像煮火鍋的時候有沒有 你把牛肉放下去蒜 牛肉會因為熱的溫度而收縮 所以會Q起來 所以當我們的皮膚啊 被加熱到42到55度C的時候呢 也會造成皮膚的收緊 而且會啟動皮膚的修復機制 刺激膠原蛋白的增生 把我們剛剛講的 老化流失的膠原蛋白給補回來 那這個就是電波在做的事情喔 這是為什麼電波是整個探頭 壓在皮膚上整塊性的加肉 因為它的破壞性不強 主要是造成膠原蛋白的緊縮 讓皮膚緊實 那如果溫度再往上拉高 特別是到達60度C 70度C的時候呢 那膠原蛋白就不只是收縮而已喔 它整個膠原蛋白就會變性 很多人不太了解變性的意思齁 我打個比方來說 像我很愛去日本旅遊啊 那有一次我去陳其溫泉有沒有 它有個地方叫做圓湯 它這整個溫泉區的源頭 是在那邊 那你可以買蛋來煮 它那邊會寫說 你加熱到12分鐘左右呢 就會變成滑口的溫泉蛋 但是如果你加熱到14到15分鐘 讓溫度持續上升到60度C的時候呢 那蛋黃就會整個變硬 就代表蛋黃已經凝固變性 它的蛋白質結構已經完全被破壞掉了 再也回不去了 那就變成半熟的蛋 那這個就是陰波在做的事情 那也因為陰波的破壞率比較大 會造成蛋白質的永久變性 所以它的作用面積不能太大片 只能點狀的加熱 點和點之間有一定的空隙 才不會讓組織破壞太多 變得燙傷或是疤痕 所以我們到這裡呢 可以做個小小的結論 電波它主要的功用 是在比較淺層 真皮層 皮膚的整片式加熱 讓皮膚緊實 而陰波呢 它是比較深層肌膜層的點狀加熱 讓皮膚因為多點的加熱凝固 產生拉提的效果 所以電波管皮膚往力的收緊 陰波管的是往上拉提的效果 這是最容易區別的概念 當然啊 電波和陰波 彼此也都知道彼此的優缺點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所以呢 它們也會各自發展出補償的措施 譬如說啊 電波它往往會往更深層的脂肪鑽進去 讓脂肪層之間的纖維組織也會產生收縮 而達到除了收緊以外 也有一些拉提的效果 它只是比較弱而已 而陰波呢 它也發展出淺層的探頭 加熱淺層的皮膚組織 所以除了拉提之外 它也有一部分頸腹的效果 只是比較弱而已 因為它只有點狀的加熱 無法像電波整片式的加熱 那這也是為什麼說 我們在幫客人做完電波之後 會有立即收緊皮膚的效果 像你看這位客人喔 他右邊剛做完電波 就會立刻產生收緊的效果 就會比還沒有治療的左邊 臉更往內縮 那陰波做完之後 就是拉提的效果會比較明顯 所以電波和陰波有各自的專長 雖然它們的效果也有重疊的地方 來彌補自身的不足 但是誰也無法取代誰 那有了上面的概念呢 我們就可以來告訴你 你適合什麼樣的治療 鬆和垂 我們剛好有四種排列組合 也就是說你可以鬆而不垂 或者是垂而不鬆 或者是不鬆不垂 或者是又鬆又垂 我們現在講第一個叫做鬆而不垂 那這種鬆而不垂呢 一般這個大概發生在30歲左右 皮膚才剛開始有出了的症狀 你工作上的壓力 睡眠不足的問題 讓膠原蛋白開始有一些流失 皮膚開始有一些鬆 可是還沒有垮下來 所以針對鬆 當然就是用電波來保養 CP值會來的比較高 那第二種就是垂而不鬆 那這個一般是發生大概40歲左右 本身皮膚有定期的保養 像是你有在做脈衝光啦 金膚雷射啦 或是皮秒雷射等等 或者是定期有在做電波拉底等等 那這些可以促進 加原蛋白真正的雷射光療 可以讓皮膚的鬆老化的比較慢 但是因為皮膚深層的韌帶和肌膜的問題 是這些光療所保養不到的 就會開始鬆脫 因此就會產生垂的問題 那這時候呢 就可以選擇陰波來拉提皮膚 那第三種呢 是不鬆不垂 那當然這是最棒的狀態啦 如果你不是你還很年輕 不到25歲 不然就是你定期都有在保養 電波音波都有在做 所以即使年紀大了 仍然完全沒有老態 那這個時候呢 就不需要太多的治療 根據皮膚的狀況 你定期的做個小保養就可以了 那第四種呢 是又鬆又垂 這一般就是在50歲以上 加上生活上的各種壓力 常常和老公吵架啦 或者是忙了一輩子小孩子的管教 教育的問題 之後呢 小孩子終於離家去念書 你開始進入了空潮期 你回頭才發現 你都沒有給自己時間好好的保養 就會產生又鬆又垮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 最適合用電波加陰波的組合劑 來同時解決鬆和垂的問題 嚴重一點的呢 甚至需要用拉底手術來治療 那當然呢 以上講的只是針對鬆和垂 這兩件事情來談 大家別忘了喔 我們一開始還有談到垮的問題 這樣組合下來 2x2x2 就可以有8種的排列組合 甚至還有脂肪堆積的問題 一起加入整個老化問題的大亂動 這時候呢 我們就需要更多的武器 像是波納酸甜頭劑啦 或是蘇鹽脆 或是愛麗絲 這一類的膠原蛋白增生劑啦 還有線材的拉底等等 或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天性代言的立腺硬波Q Plus 來減少脂肪的堆積 縮小嘴邊肉等等 整個情況會非常複雜 這也是為什麼在進行美容醫學的治療時候呢 你一定要找專業 而且有經驗的醫師 才能幫你正確診斷出你的問題所在 再根據每個人對於疼痛的耐受度 恢復期的接受程度 還有預算的高低等等 進行綜合評估之後 才能找出對你最有幫助 CP值最高的治療方法 而且能對臉上不同區域的解剖結構 以及組織的厚薄的差異性 在治療的時候呢 定定治療的先後順序 並且精準的分配 調速和發速才能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 那以上呢就是我對於電波音波治療的概略分析 希望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對於電波和音波的治療 還有不了解的地方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想要收到更多有關美容醫學的最新訊息 也請記得幫我們的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開啟右下小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像道路的地基攤方一樣 路面它就會垮下去